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真是要說一句不好意思, 今天的直播又不知遇上什麼問題 所以這陣子都是不利直播, 可能是因為這樣 我再研究一下發生什麼事, 但也趕快跟大家公佈我們對森林祥波最佳球員的投票結果 多謝有121位朋友投票, 雖然直播很慎, 但大家都能投票 不幸終止大幸 卡斯美魯以70%的大比數勝出了這場最佳球員選舉 福仔20%排第二, 雲比薩卡排第三有7%, 所以3%排第四, 再一次恭喜曼聯3-0贏了這場球 三分以待, 也恭喜卡斯美魯成為官方和我們萬迷早晨投票的最佳球員 其實原本我預備了, 除了這個投票之外, 還有一個資料跟大家說說 今早的時候, 我在拍特巴角度已經跟大家說了, 球證Antony Taylor 金場球的執法 我覺得是有些問題, 也提出了究竟有什麼問題 看到The Sun, 太陽報報了一宗資料, 雖然大家都知道太陽報有很多 東西都會吹噓, 但這件事是實料來的 是什麼呢, 原來 大家記不記得這一場球 這一場球就是我們11月對維拉那場球, 其中一個佛球, 畫面見到 那個佛球, 你看一個排人場 白色三仙是曼聯的人場 我想這裡沒有20碼, 也有十幾碼 大家可能都記得了, 是很離譜的, 那個人場是遠到離譜 結果那場球我們都是 輸了3比1比維拉 在那場比賽的時候, 原來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Alixson原來一早就已經看到 那個人場是有問題 Lucas Dean那球入球, 就會令到當時維拉贏了2比0 只是11分鐘, 當然我們輸3比1都不能作為一個藉口 但是 的而且確這個是 有一個問題 所以由於 曼徹斯的晚報就說 原來當時, 即現在其實全部都是, 球證會跟 龐證和VAR有麥克風 原來有錄音的, 所以 當我們作出一定的投訴之後 聽回那個錄音, 原來發覺Alixson是 很有禮貌地 這樣就跟 球證Anthony Taylor說回那個人場的問題 而那個球證就完全是沒有理到 Alixson的告訴他這件事 由於這場比賽之後, 坦克也都 覺得這個是很有問題 他就這樣說的, 我想那個自由球那個 應該是可以避免的這個失球 為什麼呢, 因為人場實在太遠了 他說在這麽高水平的比賽, 很小的 仔細點, 仔細點已經可以影響到 所以 已經告訴我們這個情況, 但是 我們也不是很踢得好, 不是一個藉口, 但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曼聯也向PGMOL, 即是球證的團體 去做一個投訴的 而投訴的時候 也得到一個結果, 結果就是PGMOL的 其中一位委員, 叫做 Paul Moss 也認同了 John Moss 認同了我們這個球證出現了問題 所以他們也說會通知Anthony Taylor 這個是一個錯誤來的 原來在那場球之後 其實 Anthony Taylor沒有再執法英超的賽事 當然 也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有世界盃, 但是他再一次執法英超的賽事 是哪一場 原來就是 昨晚我們對森林這場球的 所以來說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可以這樣說 剛剛遇上剛剛 也可以告訴大家 自己決定了, 究竟球證是否執法 有些問題還是沒有 這個真的大家自己有分曉 OK 這節短短地公佈 結果 再次說一句, 不好意思 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做直播 很多問題出現了 希望我再做一些測試 看看可不可以做 一些順利的直播 今天多謝大家, 因為有第一條影片就是拍到那裏 第二條影片也說了 Jal Felix的轉會問題 明天也有很多精彩的節目, 包括 做了預告的 ManKit那裏 亦有其他資訊和大家分享 今次來到這裏, 多謝各位的 支持, 再次說一句, 不好意思 不知道為什麼最近的直播都有些問題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